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晚上参观了中台湾的灯会 由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导览 卢先透露了他邀请蒋万安是考量他的人气高又不用钱 想要冲一波行销 蒋万安当场品尝了卢秀燕送的马卡龙 两人互赞对方好甜 外界猜测总统大选之后呢 会先合作再竞争 两人同声说想太多了 两人只有合作不会有竞争 第一句叫做马卡龙灯区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 两人头戴粉粉的头饰合体逛灯会 整个城市好甜市民好甜 22号晚间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参观中台湾元宵灯会 妈妈市长卢秀燕迎接蒋市长到来 送给他粉紫色造型小提灯 还送上一盒马卡龙 我觉得不只台中好甜 卢妈好甜 蒋市长吃的样子也很甜 我们两个今天互相 互相跑一下 卢秀燕强调会找蒋万安来 就是希望他的高人气能帮忙行销 中台湾灯会 但蓝营最强的两位母鸡同台 蓝营内部也传出有人讨论 蒋万安与卢秀燕是否该参选 党主席为2028年总统大选铺路 甚至外界解读两人会先合作再竞争 大家想太多了 我跟蒋市长从以前到以后 只会有合作不会有竞争 我们一定是先合作 再合作 一直合作 只有合作 不会是竞争 强调男人关系只会有合作 现在谈更上一层楼都太早 彼此就是在灯会上互相观摩交换意见 也为灯会行销吸引人气 记得台中综合报导